我2006年来到了中国 为了爱情来到了中国 当时是认识我老公 在阿根廷结婚 后面就生了孩子回来的 现在生活在这边 14年了 习惯了 画面中这位从阿根廷 远嫁中国的杨媳妇 名叫杨奇纳 生活在福建省长廷县 14年前 她和长廷青年杨从洗劫连里 夫妻俩育有一个儿子 和一对双胞胎女儿 一家人日子和美 在当地传为美堂 日前 记者在福建长廷约访了杨奇纳 2004年 杨奇纳在阿根廷首都布伊诺斯 爱丽丝 邂逅了来自中国福建长廷的杨从 二人在一次活动中一见钟情 结下一国姻缘 两年后 杨奇纳跟随杨从 带着刚出生的儿子来到中国 杨奇纳这个名字 也是婆婆给她娶的 回忆起刚来的情景 杨奇纳告诉记者 最苦恼的就是语言不通 刚刚来中国可能一两个月吧 我老公就开始工作了 那我被点点在家里 跟我公公伯伯在家里 在一起带着小朋友 我公公就想到了 去那个书店里 就买了很多那个小朋友 学拼音 还有儿童故事书啊 之类的 就点点这样子教我 除了语言 饮食习惯的差异 也是杨奇纳出来乍到 需要努力适应的 好在婆婆精心准备了很多美食 让她很快便爱上了客家味道 如今 杨奇纳已经从婆婆那里 学会做白掌鸡 酿豆腐等 甚至能操持一顿 地道的客家年夜饭 这边五六个菜 每天都要有不一样的味道 特别有意思 那个坐在那坐着上 散一点散一点 这个味道都不一样 后面我也跟着我 我婆婆就这样子 学着去做一点 白掌鸡 一只脚 尿豆腐 可能挺多的 来到中国生活14年 杨奇纳也渐渐爱上了 这个客家山区小城 她也处处感受着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变化 特别的大一 都是往好的方面的变化 特别多 比如说交通 现在方便的多 动车 高速公路 以前都没有很方便 现在卫星支付 去哪里都拿着一个手机 就是支付就特别方便 像以前刚刚来的时候 都是要拿着一个小钱包 去年4月 杨奇纳和丈夫开了一家 500多平方米的自助海鲜 火锅店 一家人日子越来越好 丈夫杨从对妻子 更是村庄有加 我所有的朋友 见过她的 知道她的 都说她很前卫 很有礼貌 对父母亲尊重 这个是比较实在的 所以我们灵机 包括买菜的 阿姨 反正中文灵机都知道她 人很好 谈及未来 杨奇纳告诉记者 她会一直和丈夫生活在中国 也打算着过阵子 把父母接到中国来住一段时间 她也希望能多给远在阿根廷的亲朋们 讲一讲中国的故事 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住了这么几年了 我的眼中的中国 一直都是最美丽的 也在这边生活得特别开心 他们人很好 地方也很美 美食又很好吃 在这边也比较安宁的生活 安逸